大家好 今天从太极大师陈小旺开始聊 陈小旺算是继承太极的基本功 说学逗唱比较好的一位大师了 他经常授意他的徒子徒孙 放出些他打太极的视频 不是原地起跳 把地板跺得咚咚响 就是自己猛拍胸口 证明自己泪力深厚 除了这些展示 他还经常拉着徒弟 展示什么叫实战 其实从慢动作可以发现 这个小伙子在出拳的时候 拳头已经是冲着斜下方了 当然了既然是说学逗唱 那么上节目吹牛逼 也是必修的功课之一了 因为这一下呢 当时的撑一下 这个人呢下步了 空中剥了180度 这是柔软性 不是每一次都可以 各种力量汇合到一起 这个道理呢 我走访过陈离子 讲解过 是这么一回事 你上去握手 我跟谁握手 他在握手的时候 我带陈离子 你看 我这一招呢 撑一打 这力量 啪到他身上 啪到了 我平衡了 是吧 如果我打的时候 他是一转 他顺着我一转 我没有打之后 我这中心呢 就拔起来了 我中心拔起来 就是已经到头顶了 当我这中心到头顶的时候 他没有过下降的时间 他在胳膊呢 啪 继续地 啪一下 就在下部 空中爆了180度 反应非常之快 借力使力 把他给甩出去了 他这人呢 头里地呢 一米多 先生师傅 能不能扮演一下 您父亲 你把他给弄上去 我刚才不是说过 那是油染的情况 下来的时候呢 我父亲 打个箭步 这样包着刀 他催着这个流逼 真假 大家自己判断吧 不过从这段流逼 可以看出 陈小旺的文化水平 相当的低下 因为他用语言 无法描述出 他想表达的东西 只能不断地用 象声词 啪 大 来表示 至于陈小旺的实战能力 到底怎么样呢 这一直都是一个谜 毕竟他连规范一点的 太极推手比赛 都没有参加过 参加过几次 地方性质的推手比赛 都没有拿到名次 王湛海再怎么吹流逼 他毕竟是参加过 全国的推手比赛 还拿过名次 就这样一位 连太极的推手游戏 都拿不到名次的人 在这里讲实战 那不就等同于 中国的业余球员 教梅西西罗 怎么踢球吗 至于陈小旺的推手水平 我们可以看一个视频 这是2002年 陈小旺在高雄 和号称台湾第一高手的 廖白进行的推手比赛 这个廖白呢 我在维基百科没有找到他的辞条 百度百科也没有 在百度跟谷歌 搜索廖白指向的都是这一场比赛 有大陆的自媒体号说 这场比赛捍卫了大陆船武的尊严 并把这场比赛形容成了旷世之战 得亏2002年 摄像机已经普及了 所以留下了当时比赛的画面 画面中穿短袖的 就是台湾高手廖白 只见两个人跟磨豆腐一样 画来画去 磨来磨去 廖白在笔画过程中 曾经突破过陈小旺的中路 推到了他的胸膛 也不知道这算不算打点得分 想了想 这会不会就是传舞拥护者们嘴里说的 清末明初的传舞大师们 去踢管的真实情况呢 毕竟文人的笔是相当厉害的 当年吴公仪跟陈克夫 在奥文的那场王八拳比赛 也能激发金庸和梁宇生 写出那么精彩的武侠小说 至于这场比赛的最后结果 廖白方面说他们获胜了 因为他突破了陈小旺的防守 数次击到了陈小旺的胸口 而陈小旺方面 认为陈小旺赢了 因为你也没推倒我 对吧 这才是真正的打太极 输赢都是自己说了算的 这就让我想起了吴公仪 跟陈克夫的那场比赛结果 不胜不负不合 这大概就是某些传舞拥护者 口中的中国传统文化和武德吧 怎么说呢 就是霍西梨 哪有一场比赛 不胜不负不合 双方都觉得自己胜利了的 那还比个什么劲啊 通过这个视频 大家也可以看到陈小旺的真实水平 到底是怎么样了 所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这句话是没有错的 同理判断一个人不要看他说了什么 而是看他做了什么 接下来就讲一件我最近两天看新闻 觉得特别搞笑的事吧 之前在频道里面不是提过 金山荣带着战狗们狂吠 把工资恨国党都送到美国去算了 还能节省粮食 2月16号观察者网报道了一个新闻 说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的研究员 陈平教授 被困在了美国德州的首府奥斯丁的家中 他已经做好了断水断电断通信的准备 我一看这新闻 他们已经开始操作了吗 真的把他们口中的工资 已经送到美国去了吗 我仔细一看新闻 不对啊 这不就是那位说美国是水深火热 搞不懂为什么有人会把孩子 送去美国的著名爱国学者 陈平教授吗 这是他们送错了 还是陈平教授自己叛变呢 对了 这位教授还有一个更有名的理论 那就是在中国赚2000人民币 比在美国赚3000美元过得更好 高收入的优势是不存在 照我的计算呢 我在中国 如果我一个月有2000块钱 这个工资 美国还不到 这个1000美元 我活得比在美国 有3000美元还要舒服得多 所以美国现在在水深火热里面 你明白吗 所以被战狗们捧为爱国学者的陈平 到底是去美国体验生活的呢 还是去打入内部卧底的呢 无脑的战狗们 就是在这样一群人的带领下 对着自己国内的同胞 随意的划分成分一言不合 就是恨国党公知 我见过最搞笑的就是 把中国探月工程的首席工程师 欧阳志远 月球探测工程中心的副主任 郝希凡 中国绕月探测工程 测量通信指挥部的部长 朱明才等等专家教授 全部贬为洋奴的 只因为他们承认 美国登月是真实存在的 这他妈就是我会坚持 把何卫霞这个系列 做下去的原因 虽然点击率不高 但是我希望看到这个系列的人 能记住这些人 让我们的生活 过得越来越好的人 正是这些埋头苦干的人 而不是这一帮生活在美国 却在夸夸其谈的人 他们跟谢若林说的一样 可能有人说 你怎么又聊政治了 我的频道从来没有聊过政治 揭露片子 叫聊政治吗 好了 今天就聊到这里吧 下一期即将更新 何卫霞系列的第三集 这一期的主人公 是我大学时代学习的目标 喜欢这个系列的朋友 敬请期待 好了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频道 欢迎订阅 打开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更新了 有你们订阅真好 愿你们每天都过得愉快